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 我们来看一组特别的榜单 2023杰出商界女性 这份榜单是来自福布斯中国 每年的福布斯中国都会通过几份榜单来凸显女性 对中国经济的益与贡献 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100就是其中之一 榜首是来自力讯金蜜的创始人王莱春 这是王莱春连续两年蝉联这个榜单的榜首了 作为苹果产业链的重要供应商之一 2022年前三季度 力讯金蜜营收增长了79.3% 达到了1452.5亿元 创业至今他仍旧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每年飞行200多次 王莱春认为女性和男性在职场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福布斯中国评价王莱春是中国无数抓住时代机遇 奋斗于商界的女性创业者的缩矣 格力电器董事长总裁董明珠 居第二 耀明康德联合创始人副总裁赵宁排第三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抖音集团CEO张楠分别是排在了第四和第五 那榜单top5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那今年榜单入选者当中呢 近半截出商界女性的年龄啊 是分布在了50到59岁 可以说这个年龄一段是截出商界女性发展的黄金期 而且呢女性高管们所管理的企业市值超过了5.5万亿元 超过瑞典阿根廷等国的GDP总额 高学历呢或许是杰出商界女性的财富密码 在公布学历的133名杰出商界女性当中 95%的女性接受过大学本科级以上的教育 72%的女性持有硕士以及以上的文凭 其中硕士研究生文凭的持有率最多 近50% 博士研究生排名其次占比达到了24.8% 那其中呢中营证券的执行总裁宁敏 是中国人民银行博士后 据福布斯中国在亚洲商业社会当中 家业由男性继承呢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习惯 但是近年来中国传男不传女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过去几年当中更多的女性二代企业家 真正开始执掌大力 珊珊发光的杰出商界女性打破传统由男性主导的商界主场 其实是一个缩影 在各行各业新时代的她力量正在持续的发光发热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 这是中国高寒高铁首批女子机械师团队的一位女机械师 对自己的评价 未来呢随着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持续提高 成功撑起经济社会发展半边天或将成为常态 对自己的评价